大家好,今天我们来挑战一个GM7一修盘 好久都没有接到过一修盘了 上一次接到同品牌GM7000的时候 还是在四个月前 当然之前是轻松翻车了 据说这个盘也是刚买没多久就掉盘了 咱们先通个电看看 电流会卡在0.4这里不动 这个电流我感觉是偏高了一点 咱们短接看看吧 这边我短接上以后 这个电流依旧是在0.4左右的 这一块盘用的是连云1602的主控 正常来说1602的主控短接以后 一般电流是在0.25左右的 不知道这一块主板是不是有短路 我们上机检查一下 它的芯片能不能正常识别到 这一块盘的主控芯片以及颗粒ID 它是可以正常识别到的 但是有点奇怪啊 不知道这个颗粒ID为什么 从第一位跳到了第二位 而且这四个颗粒上面 理论上应该是有16个C的 不知道为什么也只认到了8个C 所以今天这一块盘的维修思路得改一下 咱们直接来干它的主控 可能有的网友会有疑惑了 之前你不是说主控坏的概率比较低吗 而且它现在这个主控也可以识别到 为什么还要干它 虽然说概率比较低 但是并不代表它不会坏嘛 好比如说你去买彩票 中投奖的概率是千万分之一 你可能买一次或者100次都没有中奖 但是这并不影响别人可以买一次 就把奖词给掏空啊 而且它并不是单独一两个ID不对 是全部一起跳到下一位了 这就像你到外面住宿一样 肯定要先经过前台小姐姐来帮你安排一下 住到哪一个房间的嘛 而不是直接开门走到哪里就算到哪里 然后再去前台做登记 万一这时候门后有不可描述的事情呢 这个主控就像前台一样啊 它掌管着后面的颗粒读写以及识别 而且这个主控只有一个 颗粒却有四个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主控拆了 再来看一下这一个电流会不会偏大 大家不要再问为什么不走自保了 这一个盘肯定是有自保的 但是自保它是不管你的数据的 这个主控好像是打了胶水啊 稍微有一点难拆 现在这一个电流它应该是正常了 之前我这里恰好有一块被扯掉焊盘的主板 上面的这个主控应该是好的 咱们把这个主控给它移植过来再看一下 主控换完 这个电流它也跟着一起降了下来 另外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啊 这个主控出来的这些信号引脚 居然全部都是直通主板的 虽然我不懂这个电路设计啊 但是按正常来说 这个主控出来的这些信号线 应该会像这样经过四组偶合电容的 如果主机这时候主板有漏电 或者静电的情况下 这四组电容至少还可以帮你抵挡一阵子 但是缺少这些电容 你的主控就跟主板直连了 相当于在没有做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进行裸奔 我也没搞懂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反正之前像西数的蓝盘 很多都是像这样直接被打坏主控的 硬盘现在还是识别不到 我们短节一下看一下它的ID吧 这边的颗粒ID已经成功从第二位跳回到第一位上了 不过依旧还是缺少了一半的CE 我现在有点担心这其中是不是有两个颗粒也被一起带走了 现在也只能再把颗粒给它单独拆下来测试一遍了 颗粒这边我刚才又上级检查过一遍了 单独测试它们是可以全部读到这个ID的 但是在原来的这一块主板上只能识别到一半 真是见鬼了 当然也不排除是它主板本身也存在其他问题 为了弄清楚这一个问题 我这边又次巨资买了一块同款的GM7 这盘刚出来没多久 只能买新的来拆啊 这里我还没开封 咱们先把这一个拆开吧 另外我还跟这名网友打了个赌 如果硬盘的资料恢复成功了 那这一个料板的费用就由它来出 如果是我输了 那我也只好认了 自己给自己买单 对方也非常爽快的答应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块好盘的上电电流有多少 好盘上电以后 这一个电流是稳定在0.19的 硬盘贴纸撕开以后 有点令我大贴眼镜啊 4T的这个盘 跟我这个512G的料板盘 用的主控方案 居然还不是同一套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些电阻跳线啥的 位置都不一样 这出师不利啊 可能有的网友会问到 为什么要用512G的 没有为什么啊 无非就是为了节省一下维修成本嘛 没想到还是被厂家反僵了一军 目前也没啥更好的办法 我们只能用这个好盘去尝试维修一下 它原来的这一个主板 如果原来的这一个主板可以维修好的话 那应该是可以读到这一个颗粒的 这个屌毛主板又花了我七八个小时的时间 不断的重复排查问题 现在应该是恢复正常了 电流跟之前的一样啊 这些呢就是拆换下来的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原来的这一个主板上的电源芯片 对地阻值是偏低的 可能有小短路 所以我也给它顺便换了一个 这一块T死鬼硬盘上级已经可以直接识别出来了 我看了一下它的读写量都还是零的 问题都排查完了 现在我们再把这四个颗粒给它重新安装到这一个主板上面 如果还是无法识别的话 那就证明这个颗粒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 一眨眼的功夫 我又把它的颗粒给干回去了 咱们给它验一下声 上电0.3符合预期 你妈的 电流又卡在这里下不去了 这一个电流估计还是卡在固件上啊 然后我又上工具检查了一下 它的16个ID已经全部识别出来了 另外它的RDT信息显示 这个盘出厂检测日期是今年的8月15日 非常的新啊 同时也证明这个主板确实是被修好了 如果主板有问题的话 这个信息是不会显示出来的 然后我又看了一下它的ECC信息 结果前面这里全部都报255了 也就是说ECC纠错已经达到了它的最大上限 一般前面这些地方是用来存储固件的 固件去炸了 那肯定是不认盘的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维修行业就是暴力 前一个修好了 就要为下一个可能会亏本做好准备 我这里就是法面教材 今天又是血本无归啊